自古怕人不怕鬼 从来说鬼是说人 你可来了 你相信命运吗 你相信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定数吗 今天咱们就来讲两个 出自清朝智怪小说集 子不语中的 关于命运的故事 话说在浙江台州 当地一姓张的父户家里头 有个老仆人 命啊不老好的 成家后呢 几十年了 也没生下一儿半女来 如今年过六十 西夏没有孩子 这人年纪大了 担心的事可就多了呀 万一哪天一口气没上来 连个操办后事的人都没有 毕竟清朝那会儿 养老只能靠自己 这老头省吃俭用 给自己提前置办了口棺材 张家呢挺义气 念在老头 安前马后效力了这么多年 就腾出了一间厢房 专门给他放棺材用 可您想啊 这老头就一打工人 买棺材的钱 还是打牙缝里挤出来的 能有多少啊 什么全景天窗自家热座椅 防撞雷达三百六十度影像 是不用想了 可这预算上线 也就只能买口低配的薄皮棺材 棺材抬回来后啊 老头真当个宝贝 天天去看 生怕让虫柱拉 让水泡了 可没高兴多长时间 又见他跟他哀声叹气 还不知道在发愁啥事儿 有那爱管闲事儿的跑去打听 三问两问 知道了缘由 原来啊 过去这种棺材 有个别名叫狗碰头 就是说板太薄 要是扔到乱葬岗子上不埋 吃死尸的野狗 一脑袋就能撞穿了 要是埋到土里啊 没几年也非得烂透了不可 是专门给穷人用的 老头啊 愁的就是这事儿 可买这口棺材 积蓄都已经花光了呀 嫌薄也没办法 管闲事儿的听完员 又哈哈一笑 老叔啊 这有啥好发愁的 我给你支个招 保准能让棺材板子变厚 去去去 这死木头又不是树 还能自己找是咋的 你少拿我斗闷子啊 老叔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 咋还不领情呢 你就说 想不想把棺材板子变厚吧 啊 你当真有办法 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那你说说 怎么个变厚法啊 是要念个什么咒 还是请个什么福吗 我可没那么多钱了啊 你啊 就是死脑筋 打开一下思路 我这法子不用你花一分钱 我述个字说 这方圆几十里 只有您一个穷人吗 那不能 我好歹吃喝补仇 这还得念咱老爷的好啊 可说呢 周围比您穷的多的是 他们家就不死人了吗 对呀 死人得要棺材呀 您去扫听扫听 谁家死了人 仓促之间置办不了棺材的 您就把棺材让给他 不白给啊 英明 这叫借 得立字句 等他们办完白事 收上份子了 再还您 咱不要钱 就让他们还还棺材 只不过棺材板要加厚一寸 就当利息了 这样两边接大欢喜 岂不美哉呀 哦呀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饭呀 这倒是个办法 听人劝 吃饱饭 老头果然四处打听 急需棺材的人家 你还别说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还真让他找到 就这样 借薄的还厚的 几年之间 他这口棺材 居然达到了九寸厚 老头那个美呀 这棺材油漆正量 敲上去 有金石香壮之声 说句不该说的 即便是主家张老太爷 哪天没了 无非也就是这配置 可狗欢无好事 人欢要坏事 没几天 张家一强之隔的邻居家 突然着火了 古时候房子 多是木头建的 消防设施又很落后 动不动就火烧连营 张家上上下下 怕被波及 保命要紧 急忙忙收拾了金银细软 往外跑 等逃到大路上 回头看 发现张家展院房顶上 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个黑衣人 那人看不清五官 手指一面红旗 迎风挥舞 红旗挥到哪 火头就跟着转到哪 就跟耍蛇一样 这把火可是不小 烧了半个多时辰 才逐渐被扑灭 当时天已经黑透了 回去一看 还好 救火救得及时 正宅安然无恙 只有与邻居一墙之隔的厢房 受到波及烧毁了 这边张家人松了口气 那边老头可疯了 一拍大腿 瞪眼就往里冲 也顾不上趟 愣是一个人 把那口棺材扛了出来 棺材木头做的 能跑得了吗 明火是没了 但还冒烟呢 大伙赶紧帮忙吧 一起把棺材扔到水塘里降温 等雨火彻底熄灭 重新捞上来一看 好嘛 趋黑 外面都烧成炭了 拿去烤串倒是不错 老头不死心 把棺材盖子打开一看 到底是板子厚 外皮是烧毁了 里面的砸还好好的呢 没烧透 老头心疼东西 赶紧找木匠来 用豹子 把外面烧坏的木皮爆去 修一修 居然还能用 只不过 这九寸厚的棺木 又变回了最早那口 薄皮棺材的厚度 正所谓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纵然换得九寸棺 难免烧成狗碰头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云南 当地有个叫鱼寿宁的书生 这小鱼智商很高 只是对读圣贤书 兴趣一般 对仙家俘虏之学 倒是很上心 学霸到哪都是学霸 叨叨咕咕 还真学得了点法术 算是自学成才吧 后来也不知他 打哪弄到一口破剑 据说还是上古的宝兵人 平时没事呢 就学着小说里的高人 仗剑到处游礼 专门替人驱鬼杀妖 别说 出手还真的凭了几件 不大不小的事情 所以在地面上还挺有名 这小鱼性格好爽 平时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有个叫小张的 这小张算是个基层公务员 在地面上给官家办事 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定期下去 到各个村里头收田租 这天 小张又下天收租 结果赶上了狂风大雨 很一路跑下来 眼瞅着就临透了 天无绝人之路 这地儿正好离小于家不远 赶紧去避一避吧 来再窃近 于家大门紧闭 这大白天的关哪门子门呢 小张嘀咕着上前 扣打门环 于兄 于兄 敲了几下 只听里面脚步声音 谁啊 于兄 我 小张 小张啊 你啊 就在屋檐底下躲会儿 不行 就往前再跑跑 前面有客店 小张听这话 眉头一皱啊 哎 于兄 这可不像你啊 平时咱哥俩关系咋样 如今躲个雨 你居然闭门不见 这礼貌嘛 今天真的不方便 改日改日 我必定当面道歉 哎 还是不肯开门 好 好 什么叫患难见人心啊 我走 我这就走 说着 他转身做事离开 可走了没几步呢 又借着雨声的掩护 捏手捏脚绕了回来 躲到墙根底下 顺着门缝往里突窥 心的话 我倒要看看 你在里头搞啥 见不得人的名堂 这一看 小张气得是蹊跷冒烟 咋回事 外面大雨倾盆 屋里这会儿却是暖意融融 摆了两桌上等酒席 一大群男女宾客 正跟那有说有笑连吃带喝呢 好啊 让我在外面淋雨受动 你在这儿胡吃海塞 玩得挺嗨啊 我今天飞 转头一看 屋脚墙根歪着把劈柴的斧头 他也是气靈心了 伸手抄起来就往门上招呼 我让你吃 我让你喝 那木头门能有多结实 三两下就被劈开了 小张拎着斧子望里就闯 可等进了屋 却傻了 怎么的呢 刚刚还公筹交错 人声鼎沸 居然一瞬间 一个人都没有 只剩下杯盘碗筷 和吃了一半的酒席 哎 邪门了 人呢 正站那发傻呢 小鱼慌里慌张跑来 气得直落脚啊 哎呀 你坏我好事 坏我好事啊你 嘿 是你不讲哥们一起在先呀 怎么猪八戒败阵 倒打一耙呀你 我倒打一耙 好好好 我不跟你吵 已然这样了 就跟你挑明了吧 刚刚你是不是看见 屋里都是人啊 是啊 你跟着请客还不让我进来 你好意思的吗你 你知道我请的都是谁吗 谁啊 我平时别的不好 旧号练法修仙 这你清楚的呀 可练来练去 都是野狐禅 没真实传授 始终难有突破 不得已呀 只好向方圆之内 各家狐仙请教 这半年没咋跟你们聚会 就是在到处拜访 结交了不少的先友 今天搞这么大场面 就是为了把他们聚到这一堆 好传授我长生的药诀呀 可刚要谈到关键的地方 你就进来了 他们这行最忌讳 泄露天机 朱狐仙一害怕 都走光了 说着他又摇摇头 哎呀 这也是天意呀 前几天我说要挑日子 搞聚会 子文真人提醒我 今天乃是破日 很可能会被烦人冲撞 建议换个时间 可姚仙三妹明天要结婚呢 实在调配不开了 这才定了今天 还没想到 这烦人撞破 应到了你的身上 这也是结束啊 行吧 哪跌倒的就哪爬起来 你在这躲雨吧 有酒有菜随便吃 明天我就收拾行李 出去找个没人打扰的辟经地方 再组个局 这回啊 我看谁还能坏我的事 这之后 小鱼果然离家云游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 也没有人啊 再见过他 可或许 命中真的有仙缘 雨化飞升了吧 正所谓 古来修仙 赖机缘 有心无蕴 万万难 纵使言得百胡来 凡夫破门 亦和谈 好了 这就是子不语 命该博观 和向狐仙学到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志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他